从谷歌眼镜到智能万表,从智能跑鞋到智能头盔,一个新鲜的词汇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可穿戴设备承载了哪些最新的前沿技术?科技之光即将为您带来2014可穿戴设备元年。 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科技之光的资讯版。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非常科幻,叫什么?叫做2014可穿戴设备元年。这几个组合让您一听,时间还有主要内容都具备了。那么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可穿戴设备。什么是可穿戴设备?可穿戴,我们的眼镜,我们的衣服,这都属于可穿戴的。 设备是什么?指的就是一些电子设备。大家想一想,在你印象当中,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划入到这个范围之内? 谷歌眼镜算是一类,但是生活当中,咱们能够使用谷歌眼镜的人,目前看还实在是太少。 就是见过食物的人,全中国估计也不太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可穿戴设备的元年来了呢? 今天咱们要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元年这个词是什么概念,可穿戴设备今后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为大家介绍一下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本期做客嘉宾,通信世界周刊创始人,资深媒体人向立刚。 长期从事通信行业产品战略研发工作的资深行业专家李前浩博士。 其实一说到可穿戴设备,我本人第一反应并不是谷歌眼镜,而是我在大概有六七年前得到的一个小礼物。 一个很小的像各照相设备的铝箱,打开之后里面是一部手机,但这个手机其实是一块手表。 那个时候还是32核弦彩屏的。 虽然这个手机我没用过,但是它的外形我很喜欢,因为它打破了成规。 如今我们所说的可穿戴设备又是一个什么概念? 可穿戴产品的定义已经有三个词。 第一点,它是一个可穿戴形态产品,一定要能很方便的配戴到人体的某个组织部位。 第二点,它要具有独立的计算功能。 因为不只有独立计算功能,它相当于是一个依靠于其他设备的一个附属设备。 第三点,它具有专门适配的人机界面以及应用,有专属的应用。 所以刚才张老师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说的那块手表是手机,只能叫做计备手表外观的手机而已。 它并不是真正以上的可穿戴产品。 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说的比如说谷歌的眼镜,它是可穿戴眼镜。 同时它具有基本的应算能力,有它内存,有CPU,有它的GSP,有摄像头,有通讯功能。 第三点,它有专属谷歌给它适配应用,基于安卓操作系统。 所以它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可穿戴产品。 其实说到可穿戴,我们可以看计算机整个的发展历史。 计算机离我们很远,我们很多人可能没看过计算机。 电脑已经很近,电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没有看过计算机。 我说的计算机不是电脑,而是那种大型的中型的小型机。 那是专门来做大型计算的。 电脑就利用了很近,我们的办公室里很可能就有电脑。 笔记本利用我们更近,我们可以随时把它背着。 手机利用我们更近,我们随时随地都戴在口袋里。 那么可穿戴,它是要贴着我们的皮肤。 未来还会有什么? 植入芯片。 可能会有一个芯片植入在你的皮下。 然后它在计算通信再进行管理。 我们现在可以说差不多是第五个阶段。 可穿戴就是贴着我们的皮肤这样的情况。 好,那么既然我们说谷歌眼镜算是比较早的可穿戴设备。 谷歌眼镜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可能不少朋友只是听说过这个词。 不知道它到底能干嘛。 是这样子。 2012年4月份,谷歌率先发布了一款叫做Project Glasses的眼镜。 就叫眼镜工程。 当然我们直接就叫谷歌眼镜。 它主要有三个基本功能。 它里面是包含了一个摄像头,一个低功耗的CPU, 还有一颗内存,还有电池。 这就是手机一种形态的延伸。 但是它这款为什么叫做可穿戴眼镜? 可穿戴设备? 它首先具备了通讯和计判功能。 第二点,它以眼镜的形态出现在消费者的身上。 第三点,它能完成整个手机的基本功能。 比如说摄像,地图导航, GPS定位, 人机通讯等等。 谷歌的Project Glasses是第一代可穿戴产品的雏形。 我们再说一点点, 刚才像向老师说的, 未来衣服我们都知道。 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美国的大片, 比如说环太平洋。 那时候人的手腕上面一看就可以通讯。 所以就是可穿戴通信未来的延伸。 我们再说近一点。 这大家都很关心, 咱们就是中国美国俄罗斯的未来战事计划, 对吧? 路径计划。 其实它的真正路径计划就是可穿戴设备的一个集成应用。 它通过把这种既有通信, 既有计算功能的这种可携带装饰, 穿到战士的身上, 它就变成一个微型的侦察中心, 微型的火控中心, 微型的数据存储, 交换中心。 并且它会根据, 比如说我们的可穿戴装甲, 它就收集整个它的士兵的复合, 心跳, 出汗, 以及行动复合量等, 调整它的内部, 通过调整内部的空调或者其他东西, 可以给整个视频更亲战的感受。 这就是未来, 当然说远了一点。 总的来说, 可穿戴产品一定是使老百姓日移穿戴, 并且能独立使用, 还有专制的这种程式的才叫可穿戴。 好, 虽然说咱们没怎么见过谷歌眼镜, 但是今天向总给我们带了不少他收集到的, 买到的可穿戴设备, 您可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我看您手腕帐就戴了一个, 是吧? 对, 我手腕带这个, 而且我还必须要讲一下这个故事。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可穿戴的产品。 它在记录, 这里面有三个重力感应器, 通过重力感应器, 它记录我的运动的情况。 也就是说我现在动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记录。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根据我的身高体重和年龄, 它专门设了一个值, 这个值叫傅佑尔值。 这个傅佑尔值, 它给我的推荐, 每天像你身高体重年龄要完成两千。 我如果是上班下班, 我只能完成多少? 完成一千三左右。 剩下七百回家补。 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在家里呆着睡个懒觉, 只能完成八百。 以前我没这种感觉。 然后王不成怎么办? 刚才你已经说了, 我就回家补。 怎么回家补? 我用跑步机跑一回。 我从去年七月份带着这个东西。 好了, 过了一个冬天, 今年春天的时候, 我太太和我在家一人在聊天, 她说你冬天经常感冒。 我说确实我冬天经常感冒。 说你今年冬天没感冒。 我一想就是这样, 今年冬天没感冒。 因为我保证了均匀的运动。 所以让我的体质有帮助。 说它能够治病吗? 它不能治病。 但是它有什么功能? 它可以把我们的运动量量化了。 可以起到一定的多出口管理的效果。 这就变得有价值了。 我看好像有人带着, 包括你心跳, 比如有些人运动的时候, 你走了多少步, 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然后给你的手机通过蓝牙的方式, 一绑定, 手机上就能够显示出来。 对, 这是一类。 比如像这样的手表, 这又是一类。 这种产品它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它可以记录你的心率。 它有一个绿光的系统, 然后它可以发送绿色的光。 然后通过绿色的光来记录你的心率。 然后这样的产品更复杂。 它不但可以记录你的心率, 还可以记录你的血压, 还可以记录你的心电图。 当然这个还可以打电话。 这就成了生命监护系统。 对, 它就做得非常强大。 还能打电话。 对, 比如说像这样的产品。 这是拉卡拉? 它不是, 这是个狗鼻子。 它可以政策这个地方有没有假权。 有假权了, 可以报警。 不仅是这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衣服, 鞋, 我没有带来了。 比如说, 我儿子有双鞋, 账目是10。 鞋里面, 它专门就是装了芯片。 装了芯片有什么作用呢? 说你今天跳了多高? 跳的最高的那个是跳了1米2, 它都会有记录。 对。 随身随地带着监控器相当于。 但确实, 这也是一个监控器。 如果你从监控器的角度, 你很畏惧地看着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侵犯了一点也是。 但是你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 它会对你的运动, 生活, 这些东西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性的管理, 帮助你改善你的运动, 改善你的生活,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都会有价值有通。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不仅仅是一个外观很炫的产品, 小小的体积内竟也蕴藏着奇妙的功能。 可穿戴设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帮助? 请继续收看《2014可穿戴设备元年》。 但是好像这种东西并不算是太普及, 我感觉。 这需要时间。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今天在做的这项节目是什么? 叫元年。 为什么可穿戴设备元年? 其实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了, 也陆陆续续有些产品了。 但是到了今年, 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说我们叫可穿戴设备, 我都不喜欢这个词。 为什么? 设备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专业的, 是一个高技术的, 是一个专门的东西, 它才叫设备。 其实我说, 顶多我们这种叫可穿戴产品。 而且最重要的以后, 它可能不是可穿戴产品, 它变成一个服务。 比如说可能变成一个运动的服务。 比如说变成一个健康的服务。 比如说变成一个生活的服务。 这些东西和我们消费者就更近了。 设备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忘记吧。 所以看来我们说可穿戴设备原年这个提法也未必准确。 但是它很有价值, 代表着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好, 吕总, 在您面前摆的这两个设备恐怕也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可穿戴设备都是大同小异的功能。 您觉得可穿戴设备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难道就只是帮我们测试率, 算算卡路里的消耗吗? 其实真正的可穿戴类产品它的真正用途并不是说是仅仅当个监控或者当个记录仪。 它真正的是把智能的这种服务能够更贴近更方便更多样化的使老百姓能接受并且能享受到这个服务。 举个例子, 家家都有个老人, 老人的健康牵扯的一家的这种幸福感。 我们经常有时候比如到医院去看老人, 看到床头摆一个很大的监护仪, 老人好像被绑架一样, 如果我们可穿戴产品就很简单了, 老人戴一个手表, 这儿再贴一个传感器通过南亚跟我手机交互, 这样老人他能随时活动, 而老人的血压心电含氧量脉搏都能使得传给我, 并且一个数据也能传给医生, 一旦有异常再通过GPS定位, 再结合他的平常运动量跟膳食, 我们就能综合判断。 这对老人的, 老人不用在家里面享受这种专业的医护, 也不用被束缚在病床上, 他在家随随着一种小兽, 这有很大的变化。 第二点我们说, 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的一个多样化, 人口流动, 孩子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如果他有这种可穿戴产品, 一方面能激发孩子这种运动量, 他可以孩子比平, 比如说我的小侄子大概七岁上一年级, 也是给他买了一个手环, 他整天就跟小朋友比。 我今天跑了多少步? 晚上运动多少? 怎么样? 这个就能激发他的兴趣。 第三点我们说, 手机它本身, 它也是个人的一个生活, 各品位化的代表, 但是并不是适合任何时候都拿手机的。 所以可穿的产品延伸了手机的触角, 使得以智能手机为核心, 形成一个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 换句话说, 真正的可穿的产品, 是把冷冰冰的高科技的通信技术, 跟老百姓日常生活接触起来。 这可穿的产品有三个词, 好玩, 好用, 还好简单。 这三个词。 我真的对这一点, 后面一点特别有感触。 为什么? 前两天我去一家进口超市看, 因为它经常会有一些小零碎, 国外的小电子产品都很好玩的。 结果我就发现它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手环。 然后我打开一看, 样子也挺漂亮。 就是这样的一个黑的, 但是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太空旅的那样的一个小表盘。 但是我又试了操作一下, 发现比较麻烦。 你还得拿起你的手机跟它蓝牙对半天, 往不好的对一分多钟。 对完了之后, 它上面又有一些摁点, 然后再告诉你摁哪个摁哪个。 可是它又没有明确的指示, 就让我感觉到这个东西操作起来实在是太讨厌了。 就感觉用你们专业化可能就是人机互动的感觉不好。 于是我就不买了。 老板也很遗憾。 但是我倒觉得, 就像您说的这一点, 它确确实是影响到我对这种东西的认可。 因为我觉得电子设备起码说像我父母这一代人, 往往是什么? 你给他一个再先进的手机, 没用。 你不如给他一个操作界面。 特别简单的。 对他来说是最实用的。 现在电子产品这么多。 说实话, 咱们每一个用手机的人, 包括年轻人都未必能把手机厂商给你提供的所有的功能都摸得一清二楚。 但是它为什么有些手机有些这种产品就能受到欢迎? 您说的太对了。 价格好玩。 另外容易上手。 这是最关键的。 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 目前可穿戴设备的真实状况是, 概念火,市场热,出货少。 根据一线调查显示2003, 中国消费者对于可穿戴设备的认知度不高, 只有约32.1%的受访者听过或了解过可穿戴设备。 67.9%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 那么相比业界目前对可穿戴设备概念的热篷,可穿戴设备厂商对消费者的宣传推广显得较为薄弱。 用户真正能体验到的更是屈指可数,大多停留在概念阶段。 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不能怪用户。 只能说这个产业还是刚刚开始。 其实说到这儿,比如说像三星的智能手表, 包括谷歌推出来的智能引进, 包括苹果马上要推出的奥卧器, 其实我相信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甚至我也做了一句很过分的判断, 我认为它们都会失败的。 刚刚起步的可穿戴设备到底技术上还有哪些缺陷?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可穿戴设备给人们带来的隐私安全问题。 请继续收看2014可穿戴设备元年。 谷歌引进,他想到的是什么? 把一个小的智能手机搞到引进上去。 这个引进干嘛? 说能打电话,能发展信,能查电子邮件,能导航,能拍视频,能拍照片。 其实说实话,我们真需要用引进来拍视频拍照片吗? 有点间谍的感觉,可能很新鲜。 对,就是玩一玩,可以的。 真邋遢用,没大用。 还有一个,这么一个引进,你能配多大块电池呢? 你电池不行了怎么办? 他现在电池不行,他动不动就把屏幕给关了。 怎么关? 他自动把它关掉。 然后你怎么打开呢? 你得瞟右上角,然后你才能把它打开。 然后你不断去瞟,你难受不难受吗? 试试,比如我的眼睛,瞟右上角。 慢慢就会成了很有特色眼睛的鞋。 认为可穿戴设备是小智能手机,很可能是要失败的。 包括我们说,我们用一块这样的手表。 我这个手表为什么打不开呢? 因为它没电了。 为什么没电了呢? 这么一个手表,它还可以和基站通话,还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和基站通信。 还有这么大一个彩屏,还有一个操作系统。 它耗电量很大,半天就没电了。 你想想,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东西,半天就没电了。 虽然它很强大,也很好。 但是要不断的去充电,随时随机带入充电宝,我们用户就不用了。 那肯定不用了。 我本来用它是小巧,方便。 结果我还得开它,想着它有没有电,是不是要充电。 而且我们需要拿这么一块手表去打电话,去发短信,去查电子邮件。 想着都累的话。 对,拿它去拍照片,拿它拍照片只能偷拍。 为什么?我们拍照片一定要取一个景,要看得很清楚。 然后把这个都取进来,我们才能拍得比较好。 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够把它取景取得比较好,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是我们消费者并不需要的。 是消费者并不需要的。 也就是说很多这些功能消费者并不需要。 而这些功能增加了很多的累赘。 消费者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 我们经常会被你们左右。 渐渐的会出来。 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运动管理。 刚才说哪些人进来? 那么有这么几种人。 比如说一种人,比如说原来就是做运动的。 所以运动管理的现在产品很多。 第二种,有人做医学研究的。 比如说现在睡眠管理,包括这种。 这就是一个医疗设备。 这种人也进来比较多。 第三种,它是做医疗服务的。 也就是说我们取得了你的数据。 知道你的心力,血压,脉搏。 我们会给你一个服务。 我们来提醒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假经常状态。 你现在应该休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统行业也会进来。 比如说刚才说做衣服的。 做衣服,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衣服更加智能化? 天热的时候,我们就会让衣服透气性更强。 天不热的时候,让衣服的透气性变得比较弱。 然后保暖性会比较好。 那刚才说的,军事上面可算带的就更需要了。 是不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些新的领域才慢慢的起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想把小的智能手机,把智能手机搬到手表上。 搬到手表上。 搬到引荐上面。 这是可穿戴的,刚刚开始。 这还是一个很初级的,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所以这个产业要成熟,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虽然说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别急,总会知道的。 吕总同意向总的看法吗? 我就突然感觉到,刚才听完向总所说之后,打消了我购买某款产品的念头。 我本已经把它在我的大脑里归为不理智消费的行列当中了。 暂时可以,以后也可以买。 其实向总的观点,我们也是一半相成的。 真正用户不关心的是你所谓一些冷冰冰的技术参数,冷冰冰的功能。 他关心的东西对我有没有用。 另外,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你就比如说,假如说谷歌眼镜正式进入到民间市场了,我估计车祸的出现几率会更高一些。 在美国的法律是已经在美国某些州的法律已经是禁止。 因为他说法律是禁止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或是拍照。 谷歌眼镜就是在美国,在某些州不能说所有美国所有州。 在美国某些州,比如说马赛卓沙州。 戴谷歌眼镜驾车就违法的。 哪怕你的谷歌眼镜是处于激活或者非激活状态都是违法。 这有明眼要求,而且他的确像主城说的,他会带来很多法律健康隐私各方面新的挑战。 在这里面除了刚才郭歌眼镜这种情况,我们其他方面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相信在这里面就是可传的设备有一个最大的市场,也就是说健康的市场。 那么健康的数据,想想人体的健康数据这是一个最大的演示。 如果我们都知道每天你的血压是多少,你的心率是多少,你的心境突出是多少,每个时间不同的变化都知道。 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演示。 这个事情如果你随意会被透露出去。 那么我想对于人的生活,对于人的这些生活能力,都是有很多的不利影响的。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在这个产品完善的过程中间,也需要完善法律。 然后也需要完善行业资料,也需要完善一些对于饮食保护的基本要求。 那这些做好了,消费者才能接受,才敢接受。 要不然的话,像你这样的消费者,我想他就不敢接受这样的产品。 没错,您说身体状况,它会影响到,简单的说,你择业,交友,择偶,这都会影响到你。 你再往身里说一步,有一些药厂拿到你的这个之后,肯定就会找上门来,或者发送各种广告给你。 这个时候你都会莫名其妙,但是你又会觉得他很贴心。 他关心到我的身体,我恰恰需要这方面的保养。 那好,我划想吧。 但是最怕的问题是什么?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会有一些误导的信息。 然后误导说,你就有可能得到这种病。 实际上你没得到这种病,然后你也去花钱,甚至去做手术。 那就更不得了。 所以在这方面,法律要更多的来积极的参与,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错。 文管说,我们自己注意过没有。 但是毫无疑问,可穿戴设备,它的设计厂商以及制造厂商已经开始构建着未来如何去瓜分这个市场了。 那么他们赚钱,给我们必然要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到底是指向哪些方面? 今后还会有哪些变化? 恐怕这也是基于市场的一些具体要求,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新换代之后,才能最终明确。 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一个可穿戴设备,那才真正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人? 是不是说这个东西,它真正能够贴心的成为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个自己信息数据的存储器和发送器? 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被网络所分享的。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好,非常感谢两位参与我们的节目。 咱们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咱们再期再见。